你把柯文哲扣掉 台灣政壇可以這樣一路殺上來也不多 市長你為什麼會在跟群眾面對面上車的時候講說台灣政治人物要成功 我沒有說政治人物啦 我是說這台灣目前的普遍現象 你想想看 像類似像王永慶那種白手起家的這種創業者 現在台灣如果在40歲那一級的有沒有 你說全部靠自己白手起家創業的有沒有 很少的啦 所以這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 那你覺得現在還是這樣嗎 就是現在就是這樣 那你自己如果沒有辦法靠補班 老實講我一把柯文哲扣掉 台灣政壇可以這樣一路殺上來也不多 那市長你覺得政治圈裡面有誰是靠霸珠 你這不是害我嗎 連什麼的還是成什麼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喔 我在講不是說哪一個政治人物 這是台灣目前社會的普遍現象 就是說如果你在完全白手起家 蠻困難的 所以最近我在那個對教育界的演講的時候 30年內喔 不會有那個三級貧富當總統 所以我說阿扁是最後一個 在可見的30年內 這就是我們要去改革的社會問題 這就是我們要去改革的社會問題 叫角色情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